东海大学校门口建梦时段车水马龙 由于目前BRT工程还在失作的关系 因此依然是维持道路缩减的状态 但学生们最近得知 市府由于将学校沿线的人行道一并整修 引发学生不满 认为此举将导致同学上下课 深陷交通困境 还我安全道路 还我安全道路 在BRT工程开工之后 同期就是去年与今年比较 车货率平均一天就多了四起 整体的车货率上升了76% 这是非常高非常惊人的数据 把学生的交通安全视为无误 然后呢在学期中间 他就开始动工这个工程 然后让很多学生呢 在事故中受到伤害 他这样的工程让我们同学 大量的涌入中港路 让已经暴涨了四倍的台中 中港路的带转区 数量会再继续的暴涨 学生以行动据 讽刺台中市政府 任何两件工程同时进行 根本就是乌龙政策 以目前道路缩紧的状态 已经让当地交通事故频传 如果连人行道也并封闭 等于要学生天天雨车征道 要求师傅暂时停止人行道工程 我们大专业校校长会议提出来的 那是校方提的 那校方的用意是好的 因为他们东海大学很多学生 会逆向骑着人行道 然后机车冲很快这样子 所以我们想要在人行道上 做一些类似车组的东西 那当然他们今天提出来说 这个人行道工程跟VRT一起做 会隐碍交通好没关系 我把它先暂缓 缓到我们VRT资工完了以后 再继续做 师傅听到学生抗议的消息 大喊无奈 强调这件工程是校方主动提案 原因就在于 有许多学生对着人行道逆向骑车 因此校方才希望监测局协助 失作入党杜绝这般乱象 只是目前监测局考量学生要求 已经决定暂时将工程停止 等到VRT工程告一段落 再请动工 记者洪嘉宏 大家好